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长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的笑话 所以现在的人什么样的脑筋都动得出来 说的是有一个小孙子 他逃学到外面去游玩好几天 结果呢老师要上门了 老师上门之后呢 这个奶奶啊 哎呦现在奶奶都厉害会发微信啊 奶奶发了个微信告诉他 孙子不要回家 在外面快躲起来 因为老师因为你逃学 现在上门来找你了 结果孙子回了个微信说 奶奶啊糟糕了 你快躲起来吧 因为我今天向老师请假 说你去世了 这个时候 老师已经敲门了 奶奶还没看到回的短信 接下来把门打开了 老师非常惊讶的一看 老奶奶 您还没死啊 奶奶笑着说 今天是头七我回来看看 结果老师当场就昏过去了 鼓掌 现在我们长辈学佛 小辈才会正啊 现在的家庭父母亲 爸爸妈妈都撒谎 吹牛争吵 孩子看样学样啊 有些孩子跟着父母亲一起骗人啊 有些孩子觉得家不像家 整天自闭啊 最后得了忧郁症 所以人生有五个迷啊 我们一定要破除这五迷 台长告诉大家 第一 人之痛苦之迷 是因为我们一直追求着错误的东西啊 很多对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去追求错误东西 人生的最大的罪过 就是自欺欺人啊 以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骗 实际上现在的人各个很聪明 你骗不了别人 最后欺骗的是你自己啊 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痴迷啊 因为痴迷就不悟了 因为当你愚痴的迷恋某一个事情 不能解脱 你就是最大的痛苦啊 人生最大的烦恼就是争明力啊 因为当你为名为力的时候 你是烦恼产生啊 最后是人生最大的破产是什么 那就是绝望 所以人活在世界上不能绝望 当一个人一绝望 他就失去了希望 所以学博的人永远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永远不会绝望 学会人生最幸福的两件礼物 台长送给你们 第一件礼物宽恕别人 是自身幸福的源泉 当你能够原谅和宽恕别人的时候 你拥有的是无尽的幸福和快乐 第二是掌握人一生最大的财富 那就是健康 想快乐就学博 这就是简直后 一开始有的时候 我说我最后一开始 再次 你看 明天 幻子 确子 看 你